大家好,我是Vin的Jerry 那今天帶來的主題是資安機核和業務永續 那最主要是協助大家在數位浪潮中來防衛怎麼樣去防衛我們的資料 那這個關鍵點也會在今天的幾個相識裡面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好,那我們很快可以看一下去年的報導 應該是說Vin自己在做的一個report裡面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現在的企業相關的IT在跟以往比起來真的是很辛苦 為什麼?其實除了內部的一些架構以外 外面也會有一些挑戰 那尤其第一個呢,勒索 這其實已經殘連非常多年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比例 而且越來越高 那去年另做出來的調查大概有85% 85% 85%什麼概念? 就是10個裡面有8.5個可能會被打 那被打有沒有防盜?不知道 但是你會想其實這個機率非常高 那非常高的情況之下怎麼樣去做預防? 其實就是要靠我們本身自我平常來做的一個防護 這也是考驗IT怎麼去做一個資料的一個保護的一個方式 那第二個呢,有6、7%的使用者在用雲服務 大概三分之二 這個雲服務可能是SARS 可能有些人是把備份放上去 那可能是部分的ICE服務 那放在上面的服務 就放著就好嗎? 當然不是啊 你可能需要用一些方式來做一些資料的防護 比如說上面的資料怎麼做保護 這也是一點 那再來呢,有28%的公司 每年會進行一次所謂的一個恢復計畫的演練 或是說做升級 那我怎麼樣去滿足公司的這個需求 可能因應規範 因應一些集合 我必須這樣做 這幾個都是額外 跟以往比起來我除了以前要做的 現在額外也要弄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先來探討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去把剛剛的幾個點拉出來 因為我們在使用的平台上面 除了以往的地端機房、實體機、虛擬機以外 現在更多的一塊很大一塊在雲上面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從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都是三成三成三成 就是大概都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左右 可是疫情開始以後 如果大家有印象 那時候的經濟情況其實是 大家滿悲觀的 也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是個頭 所以那時候很多專案跟投資 你會發現已經被稍微的去變小 那有些不是很肯定的事情 他們往哪邊走? 往雲走 為什麼? 因為Pay as you go 當你往雲走的時候 當這個專案如果有遇到問題 我是可以隨時去做一個掌控 所以那時候你會發現 服務往雲端飄 甚至已經直接就飄到二分之一 那這幾年呢 你會發現大概就維持在這裡 也就是說有部分的服務上雲之後 它其實就是一直在上面運行 那地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大概就是一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公司而言 兩邊都是我的環境 所以當遇到問題的時候 做資料保護的時候 我兩邊都不需要保護 這就變成一個混合雲的環境了 那混合雲的環境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去考量資料保護 應該要具備什麼條件 第一個剛剛講的 雲端的原生備份要不要有 要 為什麼? 因為我的服務就在雲上面 第二個雲的行動性要不要有 要 因為我可能這個服務現在在D 到時候可能就要放到雲 或是我雲的服務做得不錯 可是我考量以後 我想要移到下面的D 那第三個 我公司我想要多種雲 我可能現在在A雲 我要把它移到B雲 所以我要移動性 再來 公司有沒有SARS的備份 為什麼要SARS? 可能舉個例 大家最常聽到的 Microsoft 365 有沒有在用? 有! Echange, SharePoint, OneDrive 這些要不要保護? 要 並不是說放在雲上面 你就可以不需要資料的保護 那這些東西我怎麼保護? 也要納入好量 第四個 現在Container 跟雨後春筍一樣一直冒出來 很多新的服務跟應用也都在上面 那要不要備份? 當然要啊 那有些人會說Container為什麼要備份? 因為你都忽略了 現在Container備份 是有AP的開發留言在做的 但是當今天的服務 我們要轉型成 真的 整個都轉型到上面去 的時候 他們還有那麼多的時間去做嗎? 我想 這個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大家可以討論跟思考 但是 有沒有方式可以讓他們更簡短 縮減他們的能力? 有的 所以你必須放輕去做考量 那再來 考量之後 備份之後 我們就要討論幾件事情啊 我真的可以做了 那我要怎麼去做封存? 資料的保護 我能不能留的很久? 或是說我要留多久? 有沒有一個規範? 那我需要花多少空間? 再來我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做還原? 有沒有步驟? 啊手動還是自動? 那總共花費的時間跟做完的過程有沒有報表? 那接著呢 勒索軟體 今天勒索軟體進來攻擊的時候 我有沒有方式可以去做預防? 還是我知不知道他進來? 還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最後一個 資料能不能帶著走? 當今天這一塊 真的已經被破壞掉了 短時間內無法快速的見回來的時候 比如說大家最近最喜歡談地緣政治的關係 如果萬一不小心 不幸真的發生這件事情 機房可能不見了 那我要怎麼樣把我現有的資料帶著走? 到另外一個點升到雲上面去做還原 這些都是我們日常都需要放到保護裡面的條件 就像我們常講的 要做最好的準備 然後應對最壞的打算 就如果事情真的發生到這個情況了 我應該怎麼去做預防? 這都是目前我們在考量裡面的點 mean 我們這家最主要的備份軟體 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產生的 所以呢我們在剛剛提到的幾個點 提供了幾種做法讓大家去做參考 第一個零性認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當資料做好保護之後 我們怎麼能去做到資料的一個預防 我怎麼能夠確保 今天所有的檔案 來村具有檔案的都是好人 我做不到 所以做不到情況怎麼樣 就是Legal Trust 每次來的時候都必須做驗證 後面跟大家分享我們怎麼做 第二個零輸漏 當任何的資料不見的時候 我怎麼確定我一定能夠還得回來 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被備份起來 那這個就必須透過每一次備份完成之後 你有沒有去做到驗證 你有沒有去確認裡面的東西是好的 Vin可以幫助你 第三個零鎖定 當我今天備份完的檔案 我要把它帶去其他的平台 或是說我現有的平台裡面 它都沒有辦法恢復了 那我的硬體也壞了 那我應該怎麼辦 Vin本身它並不會因應你的環境有所不同 而讓你資料無法倒回 相反的它支援的各種不同的平台 可以在你有需要的時候協助你 把你的檔案還原到你要去的位置 這是Vin這一家備份軟體跟其他友商最大的一個不一樣 所以呢我們用剛剛的一個簡單架構圖來呼應前面所提到的一個彈性跟架構 左邊呢是我們的虛擬化環境 資料中心可以是實體機可以是虛擬機 中間的部分有個backup repository 這個最主要是我們第一個資料的儲存區 那大家一定有聽過嘛 並常在談321110的這個原則 三份的資料副本 兩份不同的儲存戒指 一份在異地 一份呢要放在所謂的離線備份區 防勒索 零檔案還原零失誤 我們確保每一次的檔案都有被保護到 而且都能夠被正常還原 那在這個架構裡面呢你可以看到 每天呢備份從左邊到中間 做完備份之後 接下來後面的321110都跟前面沒有太大關係 所以很多人會擔心 備份太常做會不會影響到你主要效能 在病的世界裡面不會 因為當你的檔案只要存到中間的repressory之後 後面無論你是要上到 所謂的防勒索 或是說你需要呢傳到雲端上面去 都不會造成你前端的影響 這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透過這個方式呢我們從中間 把檔案傳一份到immutable的repressory 做資料的一個勒索防護 一份到雲端去 這樣我們就有三份資料 這三份資料只要有任何一份 我都可以還原成你原本的樣子 只要任何一份 而且我不需要care dialogue 所以我不用擔心索引檔倒毀跟損毀的時間 當真的發生了問題的時候 我左半邊地端機房整個不見的時候 我甚至能夠直接原生還原到雲端上面的虛擬機 我左邊原本可能是地端的虛擬化平台 右邊呢是原生的雲平台 都可以經由vn來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透由這樣的架構跟方式 我們可以解決整個混合雲架構裡面 會面臨到的任何的一個依序 產生的時候的一個情境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去談 當我今天架構面沒有問題了 我要怎麼去確保 我的資料面也可以沒有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備份還原 備份還原 重要的是你的備份要在嘛 我才能還 所以vn在這一塊裡面呢 我們特別針對現在大家最主要討論的 勒索軟體 尤其是前幾天大家有聽到 在最近的Ransomware as a Service裡面 有個叫Lockbit 非常的猖獗 不只在台灣 在日本 在其他國家都一直冒出這樣的災情 就像前面所提的 有八成五的企業在去年被攻擊過 那能夠不靠付錢拿回資料的 大概只有19%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人 那這個靠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資料防護 我有做到資料保護 我有做好備份 那很有趣的是 好我沒辦法落在中間 那我付錢就行了吧 那你會發現付錢的人 更慘 我錢付了 不是說駭客不還給你key 是駭客邏輯上也是蠻有道義的啦 我會給你key 可是呢 給你key原本被加密的資料 在加密的過程之中 可能已經被破壞 你在做還原 還原後的檔案不一定可以用 我說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今天他在給你的key裡面又放下了什麼東西 你能夠確保你不會被二次勒索嗎 第二次的再去做加密 可能 那這個檔案你幹嘛用 不知道 所以你會發現真正的路是怎麼走 只有一條路 就是透過我們自己做好資料的防護 這個會是最主要最主流的做法 因應這件事情 也因應所謂的ransomware as a service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先了解一下他到底怎麼做 以前大家覺得說要遇到勒索其實不容易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駭客嘛 那也不是每個人都會寫 可是呢 因為as a service實在太紅 就是你要的話就是租 所以連勒索軟體都有 這種租用的方式 你不需要會寫 你比如說好我是一般的user 那我可能對公司心聲不滿 那我知道公司可能被辦防護沒有做好 我去聯絡他們 你要也不用覺得聯絡他們很難 其實你一google 就有方式了 很恐怖的 其實你一google就有方式了 那你去訂閱以後呢 他們會給你勒索軟體 他們會按照你的需求 直接去攻擊那家公司 然後呢並且 有些人負責收錢 有些人負責開發 有些人負責攻擊 他們其實是一個組織 那攻擊得手之後呢 大家一起分錢 就跟詐騙集團一樣 有車手啊有詐騙的啊 有負責就打電話的 其實真的就跟詐騙一模一樣 那詐騙斷絕得了嗎 很難啊 為什麼很難 因為好賺 因為好賺 因為好賺的關係呢 你會導致於 這一塊 大家在上面花費少少的 effort 有大大的回報 所以你要它斷絕是很難的 那最近最紅的就是剛提的lock bit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組織 所以你說現在雖然爆了 前面爆了幾家 那後面會有更多 不確定 可是爆出來的都蠻恐怖的 而且那個損失災害都很大 他們也特別喜歡挑大型的系列去打 為什麼 增加他們的知名度 吸引更多的客戶 賺取更多的金錢 所以有沒有去做好資料的防護 在這一點裡面 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組織裡面 可以知道 我們要去怎麼樣預防 做好自身的免疫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下一個來攻擊你 或是出賣我們公司的人是誰 所以我們必須做好這樣的應用 另外一點 Chart GPT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玩過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如果我今天不找剛剛那個 是不是就很穩 其實也不是 其實這是我用我的帳號測試的 你可以請Chart GPT 寫一個勒索的軟體給你 你剛剛講給我一個加密程式 就這樣 它就列了這一條出來 你把下面列的這一條直接另存 去執行它 它就會直接去加密你的資料 所以你發現其實風險性越來越高 今天即使我沒有去訂閱這樣的服務 我一樣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拿到一個簡易的加密 如果我今天的目的是破壞 我也沒有要求 我就是要破壞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怎麼預防 真的是太困難了 太困難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能怎麼做 做好我們自己的資料防護 這也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主要分享 我們怎麼確保我們的備份是安全的 VIM在這一塊裡面呢 我們有五大要素 針對靈性能的架構 我們有色 香 衛 聚 全 這五個方式來去避免 我們的資料受到攻擊 造成我們後面的損壞 我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做資料的防護 希望的就是 它的檔案一定不能有問題吧 一定是我都花時間做備份了 我一定要能夠拉得回來 第一個在設的部分 我們會在備份的主程式設下一個斷點 讓 亥赫如果真的攻擊進來了 他也沒辦法 針對我的備份主機上面做後續的延伸 因為大家知道備份主機雖然算是 二線的服務 但是它連結的是一線的主要的一個生產環境 所以亥赫很喜歡打他 打他之後就可以知道你前端到底有哪些重要標的 所以我們在第一層 擋掉 你沒有MFA 你進不來 第二個在每個備份檔裡面 都會上加密 上加密其實最主要的是 避免亥赫經由你的檔案 去做到資料的竊取 就像一樣 最近發生的新聞一樣 可能今天亥赫進來以後 他看到說 你裡面的檔案名稱 好像有關鍵字 就幾個比較特定的大的廠商 他就如獲之寶 我馬上公布出去 那公布出去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造成這家公司 我明明就沒有被你怎麼樣 可是因為你公布出去 然後你好像有那張圖片 就好像搞得我們真的 不小心被你入侵了 還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種情況其實會造成公司的商業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在這塊會去做加密 避免駭客做到這件事情 再來每一份資料上面都會鎖 就是我們會有wong的機制 上鎖讓使用者 駭客 管理者 都只能read 你沒有辦法去上面去做任何的刪除 即使你是管理者也一樣 就說要資料最安全的防護 g的部分我們是沒有carlog的 所以其實我們不怕任何的傷害 只要我的資料有一份在 我就可以去做完整的回覆 只要我的資料有一份在 我就可以把我的環境全部建回來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說 今天我會不會有哪個東西沒有備份到 還是說我carlog的索音檔沒有準備好 還是我的硬體平台壞掉 你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們有這個方式來去做應用 那當然預防剩餘治療 令在整個環境裡面 我們有一套V1去協助我們的客戶 在你的虛擬化環境也好 你的備份環境裡面也好 如果你的備份當然有異常 比如說真大或真小 你的虛擬化環境有CPU memory的 使用異常 在不對的時間裡面 使用的頻率很高 那我們都會做出一個提醒 讓你可以在事前先知道 我的環境有可能 好像有人進來攻擊 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跟做法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實際的圖 它會怎麼做 第一個剛提到的MFA 它最主要做的事情是 簡單想把你的備份軟體 跟組成式當成你的網路銀行來保護 大家知道嗎 網路銀行我想大家都在用 網路銀行的保護機制 我想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嚴謹 因為裡面畢竟包含每個人的金錢 那備份軟體也是一樣 當今天備份軟體 我們用這樣的規格保護的時候 如果駭客跑進去 它是很容易從裡面 找到你所有的主要的城市跟標的 那用這個方式 它可以大幅度的縮減攻擊 你環境的時間 所以駭客會很喜歡打這種 因為降低我的時間投資報頭高 那命怎麼做呢 我們會在我們的環境裡面啟用服務以後 會有一個QR code 那你拿手機去掃 它是offline 你每次login的時候都必須 輸入二次的一個驗證 你才能夠開啟Vin的Console 並且我們設定五分鐘自動log off 所以如果你超過五分鐘沒用 就直接跳出去 確保今天假設我遠端桌面登進去了 然後我用一用我可能忘記關了 下一個登進來你就可以看得到 不會有這件事情的發生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剛剛前面所提的 命從備份開始 從備份的入境過程到存放 這三個位置全部都是有加密的 所以即使駭客今天偷走你的檔案 你也沒有辦法從這些檔案裡面 在沒有key的情況之下去做還原 而且它是AES256的加密 這是非常嚴謹的加密基礎 那透過這個方式結合CPU的加密功能 你也可以在幾乎沒有去受到限制的情況之下 舉例原本備份一小時 開了這功能以後也是一小時 左右去做到你的備份 加密的防護 去避免我們的檔案被竊取 再來在資料的防衛上面剛剛也提了 我們會透由VIM的主機 結合我們的componer的一個 原件的一個架構 讓我們的一個儲存區裡面 資料只進不出 進到裡面的資料是沒有辦法去做到任何移動 也沒有辦法做散改 即使你是管理者也沒有辦法做散改 那這一份資料呢 我們把它想成是保險箱裡面 最後一份還有一個小的保險庫 那裡面的檔案沒有你任何的key的時候 沒有任何直接連接的時候 是動不了的 那剛剛提過了 駭客很喜歡去刪掉你的檔案跟加密 為的就是讓你不能還原 那我們有這份檔案 在真正最緊密的時間最緊急的情況 我還可以拿出來做完整的防護 跟還原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優勢跟做法 那這個做法 當然我們也受到美國金管會 相對應認證的組織裡面去認證 能夠符合美國金管會的規範 我想這個就是非常強力的一個防護措施 因為連金管會都認同 那這個方式拿到證書之後 VIM除了覺得他覺得這樣還不夠 所以我們自己也去導了27001 自己通過27001的ISO 用這樣的方式來去提供給我們客戶做這樣的保護 所以如果線上的前輩如果假設大家有在導ISO27001 是可以去思考一下我們怎麼在資料防護的情況之下 又可以透過VIM的功能去強化我們在27001上面的一些 佐證也好報表也好 是資安的防護也好 VIM都可以提供很好的一些做法跟作為 那G的部分剛剛有提過 當今天我的備份主機有問題的時候 我不需要去事前備份的KLog 我也不需要去準備我們準備好那個Log 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只需要確定原本的備份檔沒有被刪改 可能是我們剛說的旺機制裡面的那一區 或是說我原本的檔案 或是我在雲上面的檔案 我只要留著 我找到一台新的VIM的主機 進行掛載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做還原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VIM把所有的 metadata都放在這個檔案裡面 並且做了加密 所以當你今天沒有Key 你用其他主機去連接也沒有用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防護 而且在彈性跟功能之間是有很好的一個做法 那在全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會在我們的環境裡面搭建這樣的軟體 讓我們的環境裡面可以 在事前就先知道說 我CPU有沒有使用的情況 我Memory有沒有使用的異常情況 那我的備份檔有沒有忽然異常 比如說昨天是100G 今天的增量備份變1T 明天又變回100G 那這樣不是怪怪的嗎 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所以在這些點裡面都會有一些警報 事前可以去做提供 透過射向位聚權的概念 結合到架構裡面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在左邊的部分 在主機 駭客如果今天入侵了你的實體主機 跟你的虛擬化環境 在射的部分射下斷點 所以他沒有辦法從我的備份主機裡面 找得到我裡面其他的一個儲存 跟主要的環境 第二個 他連不到我主要的儲存區 因為裡面看不到嘛 那如果他真的很厲害找到了 他裡面也是防鞋的 檔案也是加密的 他拿不走 那第三個 他破壞掉我那台備份主機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我只要任何再找一台主機 借接 我一樣可以把我服務拉了回來 那這個相對於友商的一個架構就不太一樣 其他友商的架構 因為他可能是appliance一體機 那一體機的情況之下 檔案可能也是有防鞋 沒有錯 可是呢 駭客如果今天毒放進去了 其實是連病毒都防鞋了 這是第一點 這是比較嚴重的 那再來是 毒都在裡面了 今天裡面還原的檔案 是不是可以用 是不是安全 你敢用嗎 這個我想 又是回到我們前面的問題點 當你不是很確定這個東西 是不是一定安全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什麼 不要用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波攻擊 會不會在你 花了這麼多時間 打回來後 馬上再發起 這個也是我們不同 所謂的營性能架構的一個很大的差異 那接著 補充 我資料防護好了 我今天遇到問題了 我能夠怎麼樣去做資料的還原 這也是現在大家在討論的 任性平台會怎麼建置 第一個 並在做資料還原裡面 我們剛剛有提過 不然是虛擬機、實體機 雲端的機器、資料庫 我們都可以用Instant Recovery的方式 掛載到你現有的虛擬化平台上面去 或是針對你的虛擬經驗碟 去做單一碟的掛載 單一的資料庫掛載 然後即時的NAS掛載 用掛載的方式 最大的優勢就是 我不用等太久 因為我是直接把備份檔掛起來用 有點類似現在畫面裡面的影片一樣 就針對我的精靈裡面去做操作 我選擇 我原本在A平台 我要把它還原到B平台 我可以透過選擇的方式 中間的格式轉換 組織的變動、異動 全部由B來幫你做 你只要看透過畫面透過精靈 這個畫面跑完 它就直接換了 它是非常快的 而且可以避免 不一定說我今天A壞了 我就一定要換到A平台 避免平台之間的限制 這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第二個 每天的備份結束之後 你是ESHI 你是Hyper-V 你備份結束之後 我都可以幫你還原到這邊 去做一個虛擬實驗室的驗證 那它怎麼做呢? 最主要是在你的兩個虛擬化平台上面 開一個虛擬的實驗室 其實就是一個Virtual Lab的一個 Vswitch的區域 把你的主機都放在裡面 然後套用Lin已經寫要的script 幫你驗證 比如說你是AD 你是DMS 你是DHCP等等之類 MS SQL 它都能夠套寫要的腳本 並且給你這樣的報表 報表裡面執行的時間 完成的時間 內容 還有做什麼事情 這些最主要為什麼 拿去做ISO27001的演練 的一個report是非常有用的 你什麼時候做 做了多久 花了什麼 花了多少時間 裡面內容是什麼 你只要給這個 等於你每一天都在做演練 而且是全自動 這個是Vin非常強大的一個功能 會去協助我們的客戶在備份結束之後 確保你的備份檔是可以用的 那剛剛提過了 不同的平台移轉 這個是Vin的另外一個特色 今天不管你是要一次性的移轉 還是說我要還原性的移轉 當我今天我的平台損壞了 或是說我要換到平台上面去 你都不需要更改你原本的做法 我一樣按照原本的備份方式 只是在還原的時候選擇不同的位置 不管是在地端的 或是在雲端的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很簡單快速的去還原我們的檔案 把我們要的檔案 從原本的地轉到雲 或是把雲轉到地 就如同前面所提 混合雲的架構下面 能夠給你 可以給你最好的防護 那這個部分 是Vin目前所支援的 地跟雲的主要平台 你可以看到 三大師有雲平台 Visphere Hyper-V AHV 三大公有雲平台 A19 AWS 跟GCP 目前都是在support範圍內 左邊是來源 右邊是目的 所以你從哪邊來 你要去哪裡 基本上都可以 都可以 那這個也是一個移轉上面 非常強勢的一個功能 讓我們的使用者 可以不用擔心 今天你機房真的發生問題 而救不回來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面還有提到 SARS跟K8S 為什麼要背 剛剛前面有提 可能你在上面使用一些SARS的服務 那有些人就想 我用SARS怎麼會被打 SARS的服務是跟 大廠商租 比如說365 是跟微軟租 那微軟被打 應該不會只有我有事 應該大家都有事 這是沒有錯的 所以他們的防護做得非常好 可是呢 有一個問題點 是跟SARS相關連接的主機是誰 是我們的電腦 我們的桌機 我們的筆電 那上面不能打 打哪裡 打下面嘛 所以呢 可能會透由直路筆電的密碼 發釣魚信件也好 攻擊你的主機也好 拿到你主機的存取權之後 去連接SARS上面的服務 那接著 修改 我最常見就是修改上面資料保存的時間 我沒有D4是三個月 那我把它修改成 兩天 兩天之後就沒有 資料就不見了 然後接著過兩天 我把你的信全部刪掉 然後發起攻擊 這時候你在上面的檔案就不見了 那對我來講 因為是用你的帳號 所以他認定他是一個合法的修改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能夠做的是什麼 事前我們一樣有做資料的保護 我去把它做還原 而且這個備份跟保護呢 我可以選擇 備在雲上面 還是我要備在地下面 你要雲或要地都可以 那再來 我們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設定你的保護時間 最短是五分鐘 然後呢 依照不同的使用者去做保護 有些很重要的使用人員 五分鐘保一次 有些還好的 一天保一次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要去做分配 還原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可以由管理者來還原 你也可以開放給使用者自己還原 比如說我自己刪掉我的檔案 那我自己去我的還原平台裡面 進行自己的還原 不需要花費到管理人員的時間 有自助化的還原平台 讓使用者可以做 那如果今天是大規模 比如說大規模的災難發生的時候 雲上面的服務暫時不能用 可是我現在很需要裡面的一個檔案 我也可以從備份檔裡面把這個檔案抓回來 這個幾個都是針對SARS 尤其是M365上面 特別的這種需求裡面來去做的應用 大家記得M365是一個平台 上面的資料跟防護 其實還是要靠使用者自己 還是要靠使用者自己 那回過頭來 那地端的 大家現在最常見 那K8S呢 大家知道Container現在是非常火紅 很多的開發在上面 那現在在圍運的人是誰 開發這本人 那也許是現在的量 它還沒有到那麼大 所以開發者可以去兼顧 當然當這個量已經沖起來之後 誰要負責管 很有可能是InFile的人員 InFile的人是不是一定都懂Container 不確定 所以Vin做什麼事 Vin的Caslin K10 在這一塊裡面可以讓一般的InFile的人 透過GUI的畫面 你只要把 Application裝進去 它會自動去幫你探尋到上面的 K8S有哪一些 K8S上面的Application有哪一些 哪些要備份 那你只要透過GUI的畫面去做選擇 選完之後呢 就可以透過它的架構 把它儲存到 Object NFS 或是Vin的Repository裡面去 做一個整個平台的控管 那控管之後 做完儲存之後 如果你有需求 透過GUI的畫面做還原 如果你有移轉的需求 像剛剛說的 我可能OCP要還到Tenju 或是Tenju要到OCP 還是要到其他的位置 只要我們有資源的平台 一樣可以套用剛剛的概念 即使你是K8S 你是虛擬機 你是實體機 都可以用這樣的邏輯 來去做資料的移轉 跟變動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讓User 大家的使用者 不會受到單一平台 或是單一硬體的限制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價值 那Vin最主要在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透由剛剛前面所討論的 這些使用的工作負載和情境 給你一個單一的平台 透過同一套軟體 來去滿足不同的一個需求 而不會說 虛擬機是一套 實體機是一套 然後容器又是另外一套 那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對於長官來講 我要做的影片就是全體演練 可是對使用者來說 你要花三倍的時間 使用Vin的產品不用 因為它是有很好的整合性在一起 在同一個介面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說的這些負載 同一個介面裡面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做到相關的設定 那當然 除了自己講以外 我們也稍微看一下在Ganner Report裡面 其實Vin在資料保護裡面 一直以來都是在領導者線的最右上方 那這就代表功能性跟發展性 其實在業界裡面是由目共睹 那在市場IDC Report裡面 也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那這兩個結合起來代表什麼 代表說今天會使用Vin的使用者 除了功能性以外 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看到它的遷移性也好 靈性的架構也好 或是說其他方面的特點也好 最大的優點是很多人一起用 很多人一起用 我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就不怕成為技術孤兒 我發生問題的時候 也許我一Google我就找得到解法 我發生問題的時候 大家不會因為沒聽過這個備份軟體 而不知道怎麼幫我 我想這個會是一個隱性 大家可能平常不會去想到的價值 但是當我們今天發生問題 或是需要幫忙的時候 這是可以帶來大家一個很大的優勢 那以上是一個很簡單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方式 不管是在資安上面 還是我們的服務能夠持續運營的上面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跟問題 都可以再跟我們的人員做相關的聯絡 那我是Jerry 很感謝你看到最後 謝謝 各位線上的企業先進們大家好 我是瑞陽資訊的銷售顧問Debi 那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能夠跟各位在線上來做交流 那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 那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 談資安積合與業務永續 所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題是 打造實踐資安文化 為企業注入永續的DNA 那首先我們先從KPMG的這份 調查報告可以看到 影響台灣企業的前五大風險 這裡面其實新興科技跟數位網路安全 其實是驅動企業加速轉型的 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從KPMG他們在服務一些資安事件當中 有高達七成的企業 其實不太能夠清楚地掌握 這些隱含的這些弱點 所以讓這些資安的事件 一直重複地發生 那另外我們看到IT Home 在去年所做的調查報告 其中幫我們整理出來 台灣整體產業的企業資安風險圖 在右上角這個區塊 可以看到這是影響 最有可能發生的風險 以及影響最高的 那在這些風險當中 可以看到 热索軟體跟駭客攻擊 其實是名列前兩名 那另外在社交工程手段 跟釣魚網站 這邊其實也是佔比蠻高的 大家也許不能忽視 那另外今年有突起的兩個風險 像顧客資安事件 以及第三方微跳板的發動攻擊 那這個也提供給各位先進來做一個參考 那回顧過去一年 其實我們國內發生蠻多重大的資安事件 像包括各支外泄 然後駭客攻擊跟勒索軟體等等 那甚至影響到我們的國安 那這些對企業的影響 其實就是實質上的損失 不論是像金錢的損失 製程的損失 或是資產的損失等等 所以我們的政府 也是持續的在做修法 希望能夠強化各支跟資安防護 那各支法部分 其實在6月2號已經提高 罰則最高到1500萬 那另外也設置了獨立的監督機關 那在資安法部分 目前已經著手這四個面向來進行修法 預計年底前會通過 那另外我們從金管會 在去年底有發布的一份 金融資安行動方案2.0當中 它其實就是規範 只要是有獲利的上市貴公司 都必須要設置資安長 以及專屬的資安團隊 那資安長呢必須要定期的來參與 溝通的會議 那主要是希望金融機構 彼此之間能夠做交流以及聯訪 那另外也擴大導入ISO 27001 以及建制資安的監管的機制 那其實金融業是我們台灣 非常高度監管的一個產業 所以呢有關一些資安的規範 都會先從金融產業開始實行 然後再擴展到其他的產業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這份的 所提到的一些法規的規範啊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技術等等 那在智通安全規範中 也明確的規範 系統的開發週期 從開發測試到上限 都必須要有搭配的安控的機制 所以呢我們開始重視資安這個議題 於是呢我們就希望從 系統的開發生命週期當中 加入了資安控管 那希望可以打造 DaysetOps企業的溝通文化 那企業能夠提早來做監管 那就可以有效的預防資安的風險 那我們知道在DaysetOps的程序當中 其實有很多個不同的階段 以及不同的角色人員在這裡面 那大家各式其職 但是其實彼此之間 也需要有良好的溝通的模式 所以當企業在導入setOps之前呢 需要考量這幾個議題 如果各個團隊需要有良好的溝通的模式 那可能就會打破過去傳統的組織 甚至建構新的企業文化 那另外呢我們需要採用新的安全工具 跟技術來輔助 也需要搭配適合的人才跟技能的提升 那另外這個程序當中能不能做到自動化的控管 以及這流程是不是能夠合法合規 那過去企業可能可以接受一個月 才做一次的資安弱點掃描 但是現在其實有很多的企業 其實是以天或是以小時為單位 那這其實也讓資安團隊面臨很大的挑戰 不過我們從Gunner 在2023的十大技術趨勢的報告 可以看到他建議我們 可以建置一個整合平台 來減少我們開發團隊 跟基礎架構的一個摩擦 那這個平台 可能是可以整合我們的開發環境 監控的工具 或者是CICD等等 那於是呢 企業就要開始來思考 我們要如何做提升來強化我們的資安 以及我們的軟體的韌性 那其實就是落實Day Setup的程序 從開發建置測試 部署到圍運 每個階段 其實透過一個整合的平台 把它串連起來 那這個平台 它可以整合每個階段 所使用的技術工具 那過去我們的軟體架構 是從單體式走向微服務 那軟體開發呢 從瀑布式走向敏捷式 那它這其實也讓整個軟體的發布 越來越頻繁 那如何能夠落實CICD 同時確保服務的品質 也能夠排除資安的疑慮 那這些就是我們開發人員 跟圍運的人員 共同的一個挑戰 那這些挑戰 有可能會在我們開發環境 測試環境 或是上版環境中 我們的程式碼 有不一致的情況 那各個單位 如果各自使用自己的技術工具 那造成彼此之間的溝通 整合的成本會被拉高 那這一段如果沒有透過自動化 而是由人工控管合規性 那就有可能會衍生出一些人為的疏失 造成一些不可控的資安的風險 那另外我們有可能同時會執行很多的專案 系統檢測 那在監管上面 我們是不是有辦法能夠輕鬆的 來做到查找 監管查 查核監管 那另外 前面提到我們的法規 一直不斷的在做更新變化 那我們的這個程序 我們是不是能夠跟著上 能及時的因應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在實現 Day Setup 的一個挑戰 所以瑞陽資訊 希望能夠協助企業 可以做到應用系統的合規流程 透過自動化來集中管理 所以推出了AVC 應用系統弱點整合平台 那它可以整合 從開發 測試到上限 微運 這裡面 不論是開發人員 資安同仁 測試或是微運 甚至是集合人員 都可以共同在這個平台上面 來做溝通 並且統一的管理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整合 每一個階段所需要的技術工具 那AVC 有六大的重點特色 第一個 它可以讓企業來制定 自己的工作流程來管理 那在工作流程當中 也可以制定簽合的程序 以及每一個簽合歷程的軌跡 那透過自動化 來觸發我們的工具檢測 那檢測的結果 集中管理 並且通知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樣的一個工作流程 我們確保它是可以合規合法 那另外 我們也可以落實應用系統的分權管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透過AVC這個平台 企業就可以在這裡 設定自己的自動化的上版的程序 這裡可能會有測試 上限 或是經過一些壓力測試等等 那這一些的流程 都可以設定 需要觸控的 需要觸發的一些工具檢測 那這樣的一個程序 我們可以存成一個共用的範本 讓大家共同來遵守這樣的一個標準流程 那我們將這些安全 內化成組織 合規的一個標準 那透過自動化的控管 也可以減少可能因為人員的疏失 所造成導致可能會導致的資安的風險 那在每一個階段裡面 我們都能夠彈性的設定 簽合的關卡 以及角色所可以賦予的權限 跟它能夠操作的一個執行的動作 另外 我們除了自動化 來觸發我們的檢測工具之外 我們也可以設定 放行的門檻 由工具來自動的控管 我們的合規性 那每一項的檢測的結果 透過平台來自動的通報 給負責的人員 那我們就可以減少人力的投入 來去追蹤 或者是人工的沒有通知 給其他相關的同仁 那每一項的工作 或者是工具的檢測 這些檢測的報告 我們都會帶回來 我們也能夠在這裡 清楚的看到 每一段簽合的歷程 以及簽合的軌跡 上版的次數等等 那這其實也可以大 大幅的減少我們的資安同仁在佐證 這些資安相關的這些 記錄報告的一個工作的負擔 那整體來說 AVC這個平台 能夠讓企業 做到制定 工作的流程管理 那以及自動的檢測 我們的工具 觸發我們的工具來做檢測 那檢測的結果 會自動的通報 那以及匯總我們 所有檢測的報告 那另外也提供多角度 跟多維度的分析報告 那當我們的檢測報告 出來之後 有出現中高風險 那這時候資安同仁 就需要相對應的 往下來分派來處理 那他就需要 可能就會面臨到另外一個挑戰 那我們常見的 弱點管理作業流程 可以看到資安同仁 其實真的非常的辛苦 當他收到檢測報告後 他就需要人工的開始 往下派工 然後收集 然後激吹跟回報整理 整理成報告 那他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可以掌握 整個專案的 弱點掃描的全貌 所以呢 在資安同仁 可能就會期待著 有一個弱點整合的平台 可以幫助他 管理各式的 弱點多少的報告 那甚至呢 有一些 資安的追蹤管理事件 也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來管理追蹤 那瑞陽的Trackle 多元智慧追蹤平台 它提供了多元性的 填報的機制 以及自動的匯整報表 彈性的流程引擎 以及自動的激吹 來幫助我們集合人員 在做弱點追蹤管理的工作 那我們可以先從 弱點跟情資的按鍵追蹤開始 我們再應用到內部的 資料的收集 表單的應用 或者是被查的紀錄等等 那我們前面提到的AVC 這個平台 它主要的工作 主要負責的工作 就是自動的觸發 我們的檢測工具 來接收我們的報告 那Trackle的這個平台呢 它其實是接收報告之後 往下的派工跟追蹤 處理的進度 那這兩個平台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 將它整合起來 那它就是一個很完整 而且可以做到 分程式管理的一個追蹤平台 那Trackle呢 它可以支援 多種的 落少報告的欄位格式 輕鬆的可以建立 落少追蹤的管理界面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Trackle 來優化 我們弱點管理的作業流程 可以看到 我們的 資安的同仁 他直接在這個平台上面 來立案 那立案可以手動 或是透過自動 來匯入我們的檢測報告 那匯入報告之後呢 系統就會自動來分派 負責的人員 那負責人員就進 進來系統 來填報處理的進度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來執行 副少的作業 那它的主管 也可以繼續來做 工作流程的簽合 當流程簽合完畢之後呢 其實就會自動通知 我們的資安同仁 進來來做案件的審查 確認這個 落少的案件處理 可以結案 還是說需要 繼續來做追蹤 那就可以減輕 我們資安人員 花費很多人工的作業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 幾個工人的畫面 那這個是我們資安同仁 可以透過 建立掃描的專案 不論是手動 或是自動 匯入我們的 落少的報告 那系統會依照 資產清澈 來分派給負責的人員 來處理這個弱點 那這有可能是專案的PN 那弱點負責人員呢 它可以上來填寫 這個弱點處理的進度 狀態 或者是有需要 它可以再往下指派給其他的同仁 來回覆進度 那主管透過這個簽合的介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整個專案的落少的狀況 以及簽合的進度 同時落少的報告 也能夠在這裡清楚的看到 那當整個流程簽合完畢之後 其實就會通知 資安的同仁 資安單位 來確認審查 這個案件 是不是已經處理完畢 能夠結案 或者是還需要繼續 往下追蹤 可以上來填報 所以我們希望 可以透過TRACO 這樣的一個平台 提供給PN 或者是資安單位 依照自己的權限 可以看到所屬的專案的 弱點處理的全貌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希望可以 大幅的減少 人工的作業時間 像過去呢 資安同仁 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彙整大家的回報的資料 整理成報告 再交出去 但是透過TRACO的這個平台 只要一鍵 就可以產生 我們所需要的報告 統計報告 那另外 如果我們使用到 ChainMath 或是Main的 也就是Whisource 這樣的檢測工具 有出現重複的弱點 那這個平台 也可以來做 重複弱點的排除 過濾的機制 那它就可以減少 我們需要在人工比對 或是重工的時間 好 那接下來跟各位分享幾個 成功案例 我們在某間 某大銀行裡面 幫他們解決了 他們整合性 複雜的整合性的問題 以及 可以滿足他們 大量的檢測的需求 那他們其實就有系統 就有三號的流程控管 那全部都轉到我們的 AVC的平台 並且呢 我們整合了他們四套的板控 以及兩個檢測工具 那順利的導入 行內的96個系統 包括333 33個子系統 那最高呢 我們可以完成 將近550次的檢測作業 讓他們可以提供 安全穩定的一個服務 那我們也有輔助我們的 機關客戶 透過AVC 來落實 Day Setup的程序 同時也能 合規 那這解決他們 可能程式碼不一致的問題 以及 可能 沒有資安檢測的風險 那這也讓 讓外部的集合單位 對我們的客戶 有高度的滿意 那另外 在Trackle上 也有在各個產業的應用 那除了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跟資安有關的 弱點追蹤 情資案件追蹤之外 我們也有各式的案件追蹤 資料的收集 調查 或者是會議的交辦 會議追蹤等等 都透過這個Trackle的平台 來應用 那我們都知道 近年來的資安風險 其實是影響 企業永續發展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 瑞陽資訊 希望能夠跟企業一起 並肩作戰 提供一個 有效跟完整的一個 溝通平台 協助企業 落實Decelaps 讓企業能夠安全 永續的 往下發展下去 那瑞陽資訊 是一間成立 36年的上桂公司 目前員工人數 將近700位左右 我們從成立以來 一直專責在服務 系統服務上面 那在ESG的三個面向 其實瑞陽也希望 能夠有更多的貢獻 那如果各位先進 對於今天所提到的議題 或者是對於瑞陽的 其他相關的產品 有興趣 都歡迎與我們 進一步的來做交流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各位的聆聽 大家好 我是胡宋千 是X-Grid亞洲區的工程師 今天跟你們介紹的是 如果你們有納粽網站 去工程的時間 其實X-Grid有沒有方法 跟你去做這個保護的事情 其實當X-Grid的新聞 也是X-Grid的時間 其實從2016年的時間 開始已經有了 所以其實在中國 香港台灣 也有不同的新聞說 當工程的時間 你所有的數據 亞蘇還有去用詐密 還有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們公司裡邊的事情 就是因為如果你工程的時間 你公司裡邊的生產 是沒有方法的 沒有可以連線 用戶不可以連線 對你們公司的印象不好 所以其實 為什麼只有一個納粽圓景 其實最大的原因的方法就是 他去用一些網體 去用一些電郵的方法 去將你公司網絡裡邊的文件 去紮密 紮密完的時間 他要拿錢 但是拿錢也有不同的方法 一般的方法 就比方去用銀行 但是因為他們是一個hacker 所以他一般不會直接去銀行 跟你去拿錢的 他需要的是Bitcoin 需要的貨幣的方法 還有需要一些證券 比如說Amazon的證券 Microsoft的證券 還有其他的證券 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但是一般公司 如果他給錢的時間 給完了 是不是不一定可以去拿還錢 也不知道 因為有機會這個hacker 他拿完錢的時間 還需要多一點 還需要拿多一點 所以這是沒有方法去通避的 所以一般我們的方法就是想 怎麼去防避這個拿索軟體 你會看見現在有大概一二三四五 五個不同的方法 五個不同的形式去做這個事情了 所以你會看見這個時間 他一般是去用網絡的方法 去安裝一些小工具 通過電郵 通過你瀏覽的網站 去殺載這個工具 往後你的同事開這個工具的時間 其實他也不是知道的 他有機會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已經開這個工具 往他殺載到自己的電路裡面 殺載完的時間 也不一定是及時去做那個工具的 有機會是兩三天 三五天 還是一五月的時間 他就在你的電路裡面 往後到鐵灯的時間 去攻擊你的環境 往後你鐵灯之間 所有的數據也凋散 也紮密 往後就是你公司停機 你的用戶發現你公司停機的時間 印象不好 在這個時間 他就會跟你去拿錢 拿完的時間 也是有時間 有機會一天兩天 有機會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公司會停機 差不多一天兩天 還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但是當你做完這個事情的時間 是不是別人可以去回復你的數據 也是不清楚的 OK 就是如果去避免這個 拉索軟件的攻擊 其實有不同的方法 我在網路上才看到 其實有五個不同的點 第一個點就是說 你所有的工具 比方你的印件 還是網件 別人要安裝最新的Patch 還有是Firmware 所以防護 防護防止你的用具有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跟你的IT的團隊 比方你有基安的團隊 跟他一起去討論 去有那些方法去防禁用戶 去打開不應該打開的E-mail 電郵 還是去不應該去的網站 還有是常常去更新這個Patch 還有就是去培訓 比方當公司已經完成公職的時間 你別人要給員工知道 因為不可以去其他知道 因為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知道的時間 他會防禁 還有停機 還有知道 想要殺一個工作 什麼去做 什麼是防禁的事情 往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每一天 北京都要去做那個備份 因為當所有的電腦 你的環境已經有問題的時間 已經給黑客去做完的事情的時間 最後就是可以去規復 所以如果你每一天要備份的時間 對你來說 有一個方法去規復你所有的數據 還有你的系統 但是當你要備份的時間 你別人要想一個地方 想一個存儲 那一個存儲 有一個沒有去連線網絡的方法 去將你所有的備份的文件 存放上異地的數據中心 還是要離線 就是將這個數據離線到你的網絡 不然那時間 如果你這個備份還是連線到 你網絡的時間 Hacker到的時間 還有Winsomeware到的時間 對你來說也是沒有用途的 所以3210這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必定有三個不同的備份的腳本 還有就是這兩個不同的會計 就是我們說比方是存儲 還有是在tap drive 還有是遠 還有其他地方 還有一個備份的 別人要離線 就是我們說的 沒有網絡的連線的方法去做 如果是十多年前的方法 別人去用此代之一的方法去做 但是現在已經有不同的方法 有一些工具去用遠 還有一些離線的存儲的方法去做 OK 你可以看現在這個圖 它的方法就是說 左邊就是一般的公司的生產網絡 它有的伺服器就是server 還有一些需要的環境 然後每一天去做備份 不同的公司也有不同的方法 有機會它去用那個一般的存儲 比方我們買一個很大的server 裡面有很多存儲在裡面 還有一些公司的方法 就用NAS的存儲去做 另外一些公司的方法 就去買一些我們說的 Dedification Appliance的方法去做 但是達到的效果也不同 因為一般的存儲的網絡 比方去用DAS的存儲 還是NAS的存儲 它的方法就是去用Shift的方法去連線 到你的備份組織 所以中間只是沒有什麼防備的方法 所以你現在看到 當溫松貝亞公司到的時間 這個小工具直接連線到所有的存儲 往後你所有的備份文件也沒有 所以如果這樣去做的時間 你生產的網絡裡面就是你的server的機房 所有數據也沒有 但是當你希望去回復的時間 你也會發現你的備份文件也沒有 這是最大的危險 但是如果去用一些我們說的 Dedification Appliance的方法去做的時間 因為它去用API的方法去連線 還有就是它有隔離的功能在裡面 所以當溫松貝亞事情到的時間 它是沒方法去攻擊你們的備份文件 這個時間你可以直接去做回復 你所有的數據到你的原本的數據中心 所以對你的公司來說 好方便的事情就是不用擔心你的備份文件 不見 另外一個條就是去表達 就是全部去做 其實Execute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說的分層的存儲 第一層的存儲 我們說是Landing Zone 簡單來說 它是一個完全的存儲空間 往後就是Retention T 就是一個Dedification 還有Comparison 壓述 還有是詐密 Equipation的方法去做 所以當每一天備份的時間 它將所有的備份文件 首先傳送到我們的Landing Zone 這個部分 當Landing Zone 它有這個文件的時間 它即使將它的備份文件 通過API的方法 傳送到我們的Retention T 裡面去做詐密 Equipation 還有去做Comparison 就是壓述 還有去做Dedification的事情 你可以保留 詳細保留你所有的備份文件 還有中間是因為通過API的方法 所以一般的備份的工具 還有你的同事 是沒有方法直接連線到我們的Retention T 裡面去做事情的 假設你的同事 希望去連線到Keyboard 還有Mouse的方法 直接連線到我的存儲的時間 它也沒有方法去查看得到 我們裡面的數據 所以當現在呢 我們有Wansomware供給的時間 Retention這個部分 有機虧所有的數據也凋散 因為原因是 我們還有這個網絡的連線在裡面 但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Retention T 簡單來說 因為它是通過API的方法去做 就是通過Execute API的方法去做 當Wansomware希望去攻擊這個地方的時間 它根本沒有一個網絡的結合 去連線到我們的存儲 中間還有一個假例的網絡 就是我們所謂的AirGap的事情 還有就是我們延遲 刪除這個功能在裡面 就是我們所謂的emable storage 所以當它攻擊的時間 它根本沒有方法去連線 也沒有方法去改變 我們在Retention T裡面的所有的數據 在這個時候 你們的同事直接連線到我們Execute的存儲 去選那一個備份文件 希望去回覆 還有去連線到你的備份的工具裡面 直接將你的備份文件 連線到這個存儲裡面 去開啟的網絡 所以如果在我們Execute的方法的時間 其實很簡單 有五個不同的方法 就可以去將你的數據 回覆到原本的數據中心的狀態上 第一就是去提供我們的還原的程式 就是直接連線到我們Execute的存儲 去suspend就是停止所有的連線 在這個情況下 網絡所有的電腦 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設備 也沒有方法連線到我們Execute的東西裡面 還有就是開我們Execute的GUI 就是我們故意的界面 當你連線到我們故意的界面的時間 你會想去回覆哪一個時間點的數據 比方是今天的早上 昨天的晚上 前天的早上的時間也可以 當你想完的時間 你可以直接去開你的備份的工具 去查看 去scan這個備份的文件 往往去在一個旁邊的網絡 去開這個輸引機還有實體機 看一看是不是你希望去回覆的文件 當你決定的時間 就直接可以去做那個回覆 將這些文件直接連線到生產的網絡裡面 去啟動 既然做的方法好處的地方 就是你不要直接去回覆所有的數據 去通過我們去用備份文件的方法 連線到你的網絡裡面 去啟動你的所有的機器 去所有的系統 去回覆所有的事情 SLA來說比較短一點 因為你會想像就是 如果我要回覆一個T的數據的時間 最快也差不多需要一個到兩個小時 但是如果我可以將Execute的備份文件 直接連線到你們的網絡裡面 去啟動這一台的主機的時間 它的回覆數據的時間 其實大概10到15秒 已經可以去啟動你的系統 去給你的用途去用 對你們公司 downtime的時間會變短 所以你的SLA也變好一點 所以其實Execute簡單來說 不是一個很簡單的 Dedification Appoints備份的存儲 它是將一般的生產網絡裡面的存儲 還要使Dedification Appoints的好處 炸起來裡面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幫助 跟Execute的工具差不多的時間 你別需要兩個不同的存儲 第一個就是你們的Send的存儲 就是我第一個備份點 往後就是還有另外一個備份點 就是Dedification Appoints 就是去從的硬件 你有兩個工具的時間 才是Execute一個Box裡面去做的事情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只能去創建的時間 你會發現 你首先你的機器變多 用電的時間也變多 還有你去管理的時間也變多 因為你所有的機器也是去做那個Patch 去安裝有保丁 然後要決定所有的防護的方法是最先的 還有其他的事情 比方你還要查看就是說 因為你有機會去用不同的Venda的工具 每一架Venda去連線有沒有什麼問題的時間 當有問題的時間去找哪一架 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說的EOL還有EOS的事情 就是一般的硬件 它大概五兩到七兩的時間 它會說 我現在這個硬件已經沒了 我要宽一台先的 往後你去買的support也沒用 因為它也沒有extension support的方法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你備份的存儲也需要升級 但是升級的時間也很麻煩 因為你是要停機 還要需要去寬工具 寬完的時間還要去做兩個migration 讓你本身所有的數據傳送到新的機器裡面 傳送完的時間還要需要一個時間去重新開機 這是比較麻煩 但是execute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沒有這個事情 簡單來說 我們要兩層的存儲 第一層的存儲 就是我們跟send的效率差不多 就是給你快速的備份 還有快速的回速的地方 另外一個retention repository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說的deducation的事情 去做那個去蟲 加密還有壓述 強行保留你的數據 所以我們是一個box的方法 去處理所有的事情 達到你可以快速備份 快速回复 還有強行保留你的數據 另外一個事情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一個box裡面去做 所以當你要去做那個patch 去做那個保定的時間 也比較簡單 直接從我們的網站裡面 殺在最新的保定 直接連線 連線完升級就可以了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execute的組織 是沒有說end of life end of support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從第一天出賣的時間 五年、七年、十年 你還在用的時間 簡單來說 你直接出賣我們的maintainance 往後我們是中心保養這個事情 就是中心保銷 不會說你的機器太膩了 已經十年了 我不可以去保固 我們execute是沒有這個事情的 就是你去買maintainance 會永遠去保固你的備份的機器 如果印證有問題的時間 比如網卡有問題的時間 我寬一台新給你 如果你的hard disk有問題的時間 我寬一台新的hard disk給你 五年、十年、二十年也是這樣去做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我們還需要去易利的備份 所以execute也可以支援這個事情 我們去通過印證的方法 還有去網絡的詐書 將你的備份文件 從我們的retention tier裡面 直接傳送到另一台execute的組織 另外一個資訪也可以通過網絡的方法去做 還有就是如果我覺得我沒有一點的資訪 到遠有什麼方法 其實execute在遠旅邊也有方法的 就是比方如果你去做Microsoft的Azure 還是Amazon的AWS 他們的遠旅邊也有我們的tempay 直接開這個tempay 往後將你的本質的電腦的execute的機器 連線到遠那邊的機器 去做那個webcation就行了 還有就是我們是不是單一支援 其中一個備份工具 所以你可以查看到 像PVSorger說 我們支援Virtest Vim Comwork 還有其他不同的工具在裡面 所以一般如果在台灣買得到的備份工具 其實我們也有跟它去支援這個事情的 往後就是我們跟Vim 跟Virtest還有跟Comwork 還有一個整合在裡面 比方Vim 我們要將它的repost 所謂的engine 直接連線到我們execute存儲的肚子裡邊 所以它的效率會變快一點 我們有一個用戶 它大概是20T的備份文件 希望去做那個synthetic food的事情 一般的存儲也差不多要大概5到6個小時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execute的機器 如果是Vim12再加execute的方法去做這個事情的時間 我們大概5到100分鐘已經做完這個synthetic food 所以你會看見效率也蠻高的 還有就是如果你本身裡面的公司 有同事去做那個synthetic food的備份 就是database的備份的時間 我們也支持數據庫的工具 直接連線到我們的execute的主機 比方Oracle的Alman Microsoft的synthetic food的dum的工具 備份的工具 還有IBM的工具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公司是分開了 比方我是治安一個團隊 還有是備份一個團隊 還有是database一個團隊的時間 其實database的團隊可以直接連線到execute的肚子裡邊 去做兩個備份 備份的團隊也可以直接去通過備份的文件 備份的工具 直接將它的備份文件傳送到我們的execute的肚子裡邊 這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一個database的工具 去處理所有的備份的事情 還有就是我們在治安裡面也有不同的方法去做 比方如果是印鑑來說 我們有v6的方法去包括所有的數據 還有是沒有一個database的印鑑壞掉的時間 我們會停機的事情 往後就是我們有一個white list 還有是two-factor orphan的方法 只要是你的white list 希望連線到我們execute機器的時間 我們可以將你的white list的主機的名稱 還有是IP的地址 還有是用戶的名稱 密碼連繞在一起 如果其中一個有不同 我們不給它連線 所以只要去做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有去用那個two-factor orphan的方法的時間 Winsome Ware還有hacker 根本沒方法通過他們的方法 直接連線到execute的肚子裡邊 因為關卡也蠻多 它需要去做的事情也蠻麻煩的 也是我們execute的方法去包括所有的用戶的備份數據 所以我們對用戶來說 不是單一去做那個detepication的存儲 我們是去做那個既安的分層的備份的存儲 也是看看我們的界面 我們的界面也蠻簡單的 這是一個web的界面去做所有的事情 不需要安裝工具 直接連線到比方去用google 去用IE的方法 直接開你的瀏覽器 往後去用那個IP地址 還是用那個網絡名稱 直接開我們的網絡的工具就可以了 你可以連線到所有不同的點 execute的支持 比方台中 台南 台北 往每一個地方有支持的時間 你可以直接在同一個網站裡邊 去做完所有的事情 知道每一台支持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如果突然之間給Winsomeware公職的時間 在裡邊中間你會看見 有一個suspend storage的方法 是suspend的方法 直接按這個鍵 你的公司的所有execute的存儲 就跟保證相同一樣 沒有方法去連線 就只可以去讀所有的備份文件 去做那個魁夫 也可以去做這個 治安的事情在裡邊去演練 比方當Winsomeware事情到的時間 離岸見的時間去查看 有什麼方法去連線到 歐歷式規格的存儲 還有可以去做一個回復的檢驗 檢驗完的時間去編輸 所有的備份 也可以去還原到 本身可以去工作的狀態上 還有我們的服務的資源 也跟其他的公司也有不同 因為其實我們 當你去買完公司的產品的時間 我們公司是指定兩個工程師 去處理你公司所有的execute的問題 你可以去跟它去做那個安裝的事情 改動的事情 還有查看有沒有新的保丁 如果有新的保丁的時間 我們的execute同事會直接連線 跟你們去聯絡 往外去通過webX 還有是通過完成的工具 去幫你去安裝這個保丁 去解決你所有的execute 需要去做這個回顧的事情 到最後就是因為我們所有的工具 不需要一個sofair的license 簡單來說 當你去買execute的產品的時間 就是一個印證的價錢 就是你要買幾多T 比方我們有1X10 1X18 1X27 1X52 還是1X84的時間 你去買你的空證 往後去買mintence 還有是網卡 當你買完的時間 當我們有新的保丁 有新的功能在裡面的時間 安裝完的時間 你也可以去用 無稅額外去購買其他的license 去啟動你的新的功能 還有就是我們提供7成24的保固 當你有問題的時間 直接跟我們的execute同事來聯絡 因為是指定的工程師 但不可以跟你去再討論 你的機器的sever number 你是哪一台機器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們 往後就是說你公司的名稱 你的名稱電話還有電郵 就行 往後我的工程師會給你電話 跟你去聯絡 去解決你現在的問題 還有就是我們execute公司的介紹 其實execute我們這家公司 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 差不多十多年的時間 第一台execute的組織 差不多是2008年開始到現在 往後我們跟VIM的合作 就是到2012年開始到現在 所以其實我們在全球各地 也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亞洲區的總部 是在新加坡 還有是在香港 台灣 澳大利亞 印度 還有日本 韓國 還有就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公司的印件 北丁不是在中國的chipset裡面 就是說所有的生產 北丁是從外國美國 還是台灣出來的 所以不用擔心什麼中國的晶片裡面 有問題這個事情在裡面 到最後一個總結就是 為什麼要選execute的產品 第一就是我們是data security的工具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是單一 去做那個備份的存儲 我們是通過資安的方法去決定 怎麼去保固你的數據 比方通過網絡的聯繫的方法 通過網絡的網絡 IP的地址 還有是用戶的明清 電腦的明清的方法去連線 另外就是我們說的data recovery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去通過 我們的快速的回復的方法 連線到你的備份的工具 往後直接去做那個回復 我們說的instant recovery的方法去做 去達到你的sla沒有改變 還要去回復你的數據 回復你的系統 在最快的時間去做完這個事情 往後就是我們說的wansomware protection 這個部分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一家真正正正去保固 你的數據的事情 因為我們有inverable storage的功能 叫裏面 我們是可以延期你的備份文件 去刪除去改變 就是你可以確定5天10天30天的方法 不可以去改變 就是你可以讀 另外就是我們說有air gap 就是簡單來說 沒有網絡連線 就是如果你的備份文件 已經備份到我們的retail reposal的時間 我們是決定wansomware 是沒方法直接連線到我們的存儲 去拿掉你的數據去壓述去改變 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方法去包括 最後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們是兩層的存儲 所以是通過API的方法去連線 所以如果你是hacker的方法 沒有一個網絡的結合 直接連線到我們存儲 去做這個事情 是最好的保固 今天我的介紹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時間 你可以直接跟我去聯絡 所以謝謝你今天的時間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中華民國電腦集合協會 黃崇哲民宿長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擔任我們這場 這個線上煙堂會的主講者 那麼在這一場這個主題上面 我想要分享的是有關歐盟網語任性法案的草案解析 這個部分在剛開始進行內文之前的話 大概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 首先是這個名稱的部分 這個英文的名字叫Cyber 可是在中文現在這個部分 我用成網語這個部分的話 是可能會讓一些聽眾大家 可能會覺得有點困擾 這個名詞好像以前很少聽到 事實上因為在Cyber這個名詞 在自從2000年以後 網路IoT產業的發展快速之後 這個英文的這個名詞一直在我們中文這邊的話 沒有一個統一的一個說法 所以有人講網路任性 或網路安全網語網絡 網絡的話就比較偏大陸用語 那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中央標準局 就是我們制定CNS國家標準的這個單位 他在2020年的時候 有做一個統一的這個相關 也把當時候有一些 可能會造成大家困擾的一些 這個英文翻譯的這個名詞的話 做一個統一的一個規範 所以在Cyber這個名字 他在我們中央標準局這邊的話 他目前建議用的名字叫網語 所以我們在這邊之後都統一用網語這個字 來做說明 那這個後面為了要讓大家 做後續的這個參考的話 那我也會把這個相關的連結 放在最後一頁的參考資料 給大家做一個以後的做一個運用 好 那麼今天來講這個法案的草案的話 目的只是想要說在我們現在 大家對於這個持續營運這個議題 永續經營這個議題的一個重視程度上面的話 我們想要再提供多元的一些資料 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傳統上面呢大家都會很注重說在 實體的那個環境跟這個 資訊風險的一個辨識程度上面的話 讓公司的這個營運上面的話呢 能夠提前的辨識並且尋求解決之道 那尤其後面又碰到這個 我們的新冠疫情跟惡物戰爭的影響呢 那這個整個供應鏈的一個安全的問題 跟它能不能夠支援我們企業營運的話 這個議題呢它也慢慢的受到重視 所以呢今天我要主要要介紹的是 在整個歐盟的關於營運持續 這個相關的議題的話 我們現在他都統一用這個韌性這個名字 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現在在歐盟有關這個韌性相關的法案 我待會會跟各位做一個 他的一個初步的一個介紹 這個是整個這個韌性法案三部曲的那個最後一個 那Focus的部分就是在供應鏈的部分 好首先我今天大概講的數的內容 會分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法案的嚴格跟總覽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經濟營運者的應該要受到的義務 然後再來是它要符合哪些基本的要求 然後之後如果再實施之後呢 這個市場的監督跟執法怎麼運作 然後它本身跟歐盟其他的法案上面的一些相互作用 然後最後再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總結 好在進入今天的這個簡介之前呢 我這一邊有一個歐盟立法體系的一個概念 先分享給大家 那因為我們的來賓可能 大家知道歐盟這個部分是他們各個會員國所 這個形成的這樣的一個體系 但是它的立法體系呢 它事實上這個它也是比較具有它的獨特性 那麼我們在這一頁可以看得到 在左上角有個職委會 向歐洲議會跟部長理事會 遞交這個法案的虛實三到四年 我們現在CIA的這個草案 它目前的階段就是從這個職委會完成 它已經提交給歐洲議會了 所以接下來它會有一段審核的期間 在這個議會這邊跟部長理事會這邊去做一個 不相提修正意見到最後討論的一個階段 如果到最後這個部分沒有其他問題 需要再提交修正的話呢 他們可能就會 法案就會順利通過 但是依目前的一個情況 我們是不太樂觀 是因為它會有蠻多跟其他歐盟現有的法案 交叉影響 還有它這個部分是一個比較特殊 今天我們要提的這個CIA法案 是一個比較特殊性 具有特殊性的一個法案 所以在以前也比較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立法程序 所以這個程序上面可能還需要再多花一點時間 那再來是我們要講到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法案 它的一個立法的一個緣起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這個二屋戰爭還有新冠疫情的這個影響之外呢 其實也是有碰到一些 長久以來不斷面臨到的一些這個損失 那所以說在這個 在我們這個立法階段之前的話 它截至到2021年底的一個統計資料來看的話 它目前這個是純粹在歐洲而已喔 大概每11秒就有發生一次勒索攻擊的事件 然後 在這個部分的話它也有對整個體系的一個損失呢 造成了200億歐元這樣的規模 那以全球統計來看的話 它現在的這個整個亡語的犯罪的話 每年估計的損失也有超過5.5兆歐元這麼多 OK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的話 他們在這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希望要把這個軟硬體的整個生命週期要能夠 希望要能夠加入一個強制性的亡語安全的一個要求 所以這樣的一個立法的方式呢 其實也是在歐盟以前沒有過的這樣的一種經驗 所以對這個部分來講這個法案的一個特點 不只是在於說它的這個特殊性 然後連它的這個立法上面的這些要求的話 也是在歐盟首見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呢 他們預期希望在這樣的一個法案實施之後呢 能夠在以後再確保說在歐盟上市之前的話 具有數位元素的產品的漏洞會更少 而且製造商對於整個商品的生命週期的 光源安全要做負責 那也同時可以提高這個軟硬體產品的安全的透明度 那對於這個商業用戶跟消費者的話 也可以有更好的一個保護 好 這個是緣期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一個立法時間序的部分 這個紅色虛線框起來的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任性法案所屬的這個時間軸 那麼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部分我為什麼列出 就是從2015年以後的一些相關的法令的一個進程 其實是為了讓大家理解說 它這個網語安全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跟我們前面所提的 這邊從2015年以後我這邊所提的 例如像歐盟的這個單一市場的一個市場策略 還有2016年最有名的GDPR的各支的保護條例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NIS 還有NIS2.0 還有什麼數位權力憲章等等 這些過程當中呢 它都會是在做後面這個任性相關法案的一個打底的一個工作 那這邊的話 除了各位看到我們現在在這邊看到2022年9月 是我們現在這個任性法案的這個草案 那事實上有兩個 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這個任性相關法案的話 還有它的一個立法的一個時間序 讓大家做個參考 那首先是2023年1月 它有一個數位營運韌性法案 那這個簡稱叫DORA 這個部分的話 它主要是規範金融產業的一個操作韌性 然後對於這個他們相關的這個金融風險 還有這個營運韌性的話 有相對的一個重大性 那這個法案跟接下來 同樣也是2023年1月 有一個關鍵實體任性指令 這個部分簡稱是CER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本身就有取代了2008年 他們已經之前有做了一個 關鍵基礎設施的一個 維護的一個指令 那但是它從這個部分的話也是 是為了要保全說整個這個營運韌性 所以它把它範圍跟行業別都擴大 好 那這兩個的部分 這兩個CER跟DORA這兩個法案 他們在相對 因為在依照我們剛剛所介紹的 這個歐盟立法體系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都已經有做過草案討論的一個階段 所以它現在在2023年的部分的話 這兩個是已經是公告實施的 好 那現在我們這個網語任性法案的話 它是屬於2022年9月 它是完成的草案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差別 我為什麼講說它是整個三部曲的最後一段 那就是說它現在草案 三個的部分都架構都已經出來 那可是真正實施的 真正實施的落實的時間點的話 這個網語任性法案的話還需要再等一等 好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了解這個時間總之之後 之後是為了說我們再有更多的時間 了解說我們到底有多少時間 可以去做一個因應的準備 還有我們現在可以趁這個階段 可以先來理解一下這個法案裡面 它所講述的這個內容的重點的方向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首先再看一下 它這個法案裡面規範的這個製造商的義務 它有非常多項 那比如說它在這個規劃設計 生產開發交付跟這個維護的這個階段的話 都要考慮到整體的這個安全性 然後還要記錄所有的這個網語安全風險 製造商本身也要報告說 他們現在在這個紀錄的過程或者是在做防範的過程當中所發現被利用到的這個漏洞跟事件 然後商品售出之後製造商要確保在預期的產品壽命或五年 以最較短的為主意 就是說如果你預期這個產品可以用這個三年大概可能它面臨到的這個 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說更新或任體的這些限制 它沒有辦法再持續做更新的話 那可能三年內它只能保障在三年內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是用三年內為準 用來比較短的 那如果說反之如果說它可以用到五年 超過五年以上的話 那就是說你最少要保護五年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還需要在原本的這個說明書之外 你還要再做一些精心易懂的這些數位元素的產品的使用說明 包含說你們怎麼去做這個部分的這個安全防範的過程跟努力 那再來就是在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個五年內 要提供這個可以有安全更新的這個持續的動作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歐盟它希望說在依照這樣的一個 這個義務實施之後呢 它之後可以讓這個法案可以成為說歐盟的整個網路安全行業 在全球市場的一個優勢 那這個可想而知啦 安全性是有提到到的 但是我們後面也會提到它整個成本的部分也會相對也會提高 那可是問題是如果大家都要做歐盟的生意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它變成不得不做 就像之前做GDPR的那個過程一樣 然後它其實後面我也會提到這個 有相對的這個罰則的部分也是非常驚人 所以這個部分要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是在這個相關行業的這個業者的話 可以先提高警覺 然後先做一個這個事前的一個評估 好 然後在製造商的義務這邊的話 它本身也有補充的整個歐盟對於這個網友安全的規則 然後再加強了整個產業鏈的一個安全性 好 所以這個部分給大家先做個這樣的一個參考 好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介紹這個CIA法案的話 它是一個以橫向為概念的一個開展範圍 它一些這個重點大概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陳述 那其他的部分請大家看我 這邊幫大家整理這個重點的說明 那首先是這個具有這個數位元素的產品 它有這個廣泛上的定義的話 可以衍生到這個任何的軟硬體的產品 跟它遠程數據處理的解決方案 包含單獨上市的這些軟硬體的組件 都包含在內 好 然後再來是CIA法案的這個備忘錄 也有提到說當前歐盟的法律的架構 並沒有解決這個非凱入式軟體的這個網語安全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它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好 那再來是CIA的範圍可能還包含 有一些專門為國家安全軍事目的 或專門設計的屬於處理機密資訊 開發的這個數位元素的產品的話 它如果沒有相關法案的位階高於CIA的話 那它也當然是要能夠一體適用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有一些例外的情形 我這個部分的話 也把這個重點 大概有分四大類 一大項來做一個說明 然後這個四大類的部分 給各位做自行參考 我要特別提到的是最後這一大項 在CIA的這個草案 這個後續呢 我們剛剛有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立法體系 那一般來講 它會經過這個歐盟議會跟理事會討論 通過決議之後呢 有一個兩年的一個緩衝期之後 才會正式實施 可是我們這一次這個法案的話 因為它有提到 有些產品的這個責任商跟通報的一些醫務 還有你要釐清說你到底這些產品 可能會面臨到了這些 網與安全方面的問題點 漏洞 產品本身 可能它在這個 既有的那個銷售的這個管道過程當中 有沒有其他的這些資訊風險等等 這些問題都要予以釐清 所以它在給予這個製造商 對於產品的責任跟通報的義務的話 它只有一年的緩送期 這個部分是之後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是未來的這個實施分類上面 目前這個部分他們在草案裡面 自己分開分別的做這個個別的評估之後呢 這個部分可以稍稍讓廣大的製造業者的話 可以稍微安心一點 因為他們現在評估說 90%你都可以適用預設類別的 也就是沒有強制來適用這個評定的 這個分類標準 可以採取自行評估的方式 來做這個宣示 比如說我們現在提到的一些 圖片修改的軟體 或者文字處理這個軟體 智慧音箱硬碟 或者是遊戲等等 好 那剩下的10%呢 它裡面又區分為 第一類這個關鍵產品跟第二類關鍵產品 第二類關鍵產品的話 是屬於風險比較高的 那第一類的產品 關鍵產品的話 它到最後應該要採用 這個 既有的應用標準 或者是用第三方評估的方式 來 來鑑別 那比如說 NIST2 它有規範一些實體的晶片 那這個實體晶片 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這個很有趣 這個 比如說到底這個 晶片的安全 比如說像做代工的台積電的話 需不需要去注意這些 它的這個韌線 是不是屬於那個韌性法案的一部分 嚴格來講是 可是如果說 現在我們要看說它裡面的分工到什麼樣的程度 如果說像台積電它只是幫你做晶片的製造 但是後面的封裝的過程 跟後面的測試的過程當中的話 並不是台積電來負責的話 那麼 以這個晶片的實體安全這個部分 它只要注意說 這個晶片本身的話 是不是在整個製造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再做一些這個後製 或者是有讓別人在做這個 在這個製造過程當中 去存取到的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風險 那可是實際上到最後這個整個晶片的運作 跟它的可能的這些韌體 或者是這個漏洞 等等的話的一些測試的話 那本身的責任還是會在 你們開發商跟製造商這個部分 好 那再來有一些風險比較高的部分 比如說像有一些操作系統 或工業級的路由器跟防火牆 智慧電表等等 這些的話它就不能夠 它就只要求說可以採用第三方評估 也就是說你不能夠說你自己評估 或用一些現有的標準 你自己來勾勾全全就OK了 你一定要有一個第三方的公正單位 來幫你做這方面的一個評估 好 那這個評定的程序 目前在草案裡面也有提到幾個規範 你看這個在整個CIA的附件裡面 它有分六大類的附件的話 它這個部分在這裡面有做完整的規範 那目前對於這個評定的程序裡面的話 它是要能夠基於對這個內部生產的一個控制的話 要符合歐盟的那個形式檢驗程序 好 那後面的參考資料也會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怎麼樣去下載完整的這個CIA 跟這個所有的附件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的是經濟運營者的這個義務 那法案本身對於這裡面的那個內容講述 就是花了很多篇幅 那麼我們今天來跟各位簡述的話 也是試著來把它做一些重點的一個整理 那麼不過有很多東西都是 重點是在於說我們這個規範的那個基本條件 還有它的一些附件的那個內容 好 我大概說明一下 第一個它的範圍 它的範圍是從製造商到進口商 經銷商形成整個對供應產品的一個責任鏈 也就是到最後你這些需要整體要涵蓋的 這些網與風險的話 從製造商一直到進口商 經銷商都有它分別需要負擔的一些責任跟義務 好 然後再來 數位產品在上市之前要符合CIA附件I 就是第一大項規範的那個基本條件 那這個基本要建立在我們接下來的這個第四項 然後製造流程本身也有這個基本的要求 然後監管的這個機關對於這個製造商 應對這個第三方提供的這個漏洞或資訊 要有一些文檔的那個保存義務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它要求保管十年 那再來是又回到說你看它又一直在提說 附件I基本要求所有的必要資訊等等 好 然後再來對於這個製造商之後 要怎麼樣有做這個通報的那個義務 有哪些這個實質的機構應該要來參與這方面的監管 那麼還有這個製造商他們整個採取的報告義務 跟通報的那個機制是怎麼樣運作的 是哪些單位在負責的 那如果有一些實質性的一些修改的話 它也應該要視為製造商等同於 應該要遵守這個經濟運營者的一些義務 好 那最後這個部分的話它有列舉說 我們這個CIA法案後面的六大附件的一個清單 這裡面的完整的說明 剛開始我們在這裡面一再提到的說 網友安全的這個基本要求 還有具有哪些最元素的這個關鍵產品 它目前是屬於採用那個正面表列的方式 但是以後如果說有新增的這種產品類別的話 它一定會在這個附件裡面 在持續的做更新 那還有一個部分是也是屬於它的重點 但是在我們目前所整理的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還沒有做詳細的一個說明 可是這裡面的話在現階段的話 我們也預期說在後面的修正的過程當中的話 會有這個不斷的一個修正的 包含說有這個歐盟的符合器聲明 還有這個技術文檔的一些內容 還有最終的這個合格評定的一個程序 好 等六大類 好 這個基本的要求 這個部分我想讓大家這個 在這個部分比較屬於這個形式上面 它還有這個詳細的那個清單可以讓大家看 這個部分我就先不做詳述 然後再來市場監督這個部分的話 它怎麼樣去理解說他們到最後這個落實的過程當中 是要是怎麼樣去做一個分工 那麼這個地方大概的做法就是 他們會有一個指定的國家市場的 所在國的國家市場 每個國家都有一個這樣的一個MSA 然後所以這個MSA的話 要可以指定任何現有或新的一些機構 來協助來做這些市場的一些調查 或者是查核來確保這個CIA的有效實施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 還有一個人工智慧法案 目前這個部分歐盟他們排了很多行程 在做這方面的這個審查 要能夠加速說 因為它這個風險相對提高 所以這個部分是近期來很受注意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這裡面如果跟人工智慧法案有關的 這個高風險的這些數位產品的話 它到最後也會是屬於這個會被高度監管的一個項目跟範圍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MSA的話 它可以決定對於數位元素或者是其他類別的特定產品 同時可以採取這個協調控制的行動 來檢查是否符合或違反CIA 好 然後這個MSA如何來回應 各國的委員會ENISA的一些要求 這個部分內容的話比較詳細 但是我想在今天警戒的過程當中 我先提供給各位做一個資料的整理 這個部分我就先不詳述了 好 再來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法則 這個法則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如果不遵守附件衣的這個基本的網友安全要求 以及第10條跟第11條規定的義務的話 它會以最高1500萬歐元的行政法還 或者是該企業上年度全球營業的2.5% 以較高者為準 好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它基本要求這個部分做不到的話 那麼對他們來講這個反而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天條 那相對來講 處罰罰則最低的一個部分是屬於說 相對指定機構或是市場監督機構的一些要求 提供不正確不完整或誤導性的一些資料 那麼這個部分是屬於後面的 你前面對基本的部分你都沒有做好的話 後面的話都不 其實上對他們來講都可以不用審查了 那所以說這個罰則的話 一方面它從這個深淺的 不是輕重的那個程度來看的話 也可以可以理解說他們 現在對於這個CIA法定的這個要求的話 的重要 對他們來講的重點是在哪邊 好 這個是罰則的部分 然後相互的這個法案的影響的部分的話 那CIA目前它的目的是要 要彌補這個歐盟立法 在有關這個網友安全的要求的一些差距 那所以說到最後呢 我們目前有一些其他的這個歐盟法律的框架 在處理CIA的附件所列的這個基本要求的風險 可能會比CIA要好 所以這個部分是可以到最後 他們因為這個法案在目前是在草案階段嘛 所以到最後他們在各國的這個意見回饋的時候 可能會對這部分的內容都會相互會做一些整合 所以這部分可能的一些影響的這個 一些相關提案的話 我列許在這一頁下面給大家參考 好 那這部分有另外一個重點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AI的話相關法案是現在歐盟也比較會大力在進行 花比較多的這個心思跟力度在做這個相關的審查 那所以目前這個部分是可以看得出來是說 這個CIA的話跟目前這個AI相關的法案 它有哪些部分是有高度符合的 那這個部分的內容請大家再做個參考 好 然後在最後來講我們這個提到 我們這個CIA簡介的最後的結論來看的話 有一個部分各位要注意一下 它這個對於目前的這個歐盟以後要採取統一的這個 保有安全規則跟聯合行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這個用戶的信任度 那它這裡講說以後會帶有CE標誌的這個數位元素的產品的吸引力 跟整體的網友任性的水準的最有效方式 好 它這裡提的意思是說 像我們現在我們的電器後面都有一些那個標誌 通過什麼什麼檢查 像美國的話它就是UL 那歐盟的話就是CE 那如果以後這個部分 你說如果有些產品它到最後它怎麼去確認說 比如說他們在歐盟銷售的都有 都是有符合CIA規範的話 它其實就是用這個CE的這個標誌的這個使用的 與否來做一個判別 也就是說如果以後他CIA如果實施的話 它被列到這個關鍵項目要做的這個 第一類跟第二類的這個百分之十的這些產品的話 它一定要通過以後才能拿到CIA的認證 OK 現在的CIA認證的話 你可能是你先 最常見的是你只要看你比如說你們的那個筆電 或者是它的那個併壓器 那後面一定都有這個 這個一定大部分你要銷到歐盟的話 一定都有這個CE的標誌 好 所以這個CE的標誌的用途 是在這邊做規範 然後再來是這個CIA本身它是一個非法 非典型的法律行為 所以它會從政策的角度來證明說監管的方法 可以更有效的來解決已經發生的問題 OK 好 然後再來 其實這個部分CIA的話 它也希望說可以塑造整個網友安全的 概念的時序進程 因為整個網友安全它不能夠簡化說 只是單純是IT案件的這個 單純的技術保護目標而已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互聯網的部分的話 也會擴大需求保護的價值跟產品資產的範圍 好 雖然產品成本一定會增加 這是可見的 這是可見的未來 因為要符合CIA的規定的話 以後的產品 相關的這些產品它有 除非它有能夠分別說是在歐盟單獨實施 或者是非歐盟的產地來實施 不然的話 這些產品它能夠銷到全世界都通用的話 那麼以後大家購買成本 可能為了要買安全的話 這個購買成本可能也會提高 好 但是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相對的 另外我們知道它一定會提高 可是目前在我們數位環境的風險因素的話 事實上也是超出我們這個資訊系統 跟我們現在對網友安全的認知上面的話 需要更多的一些底層資訊 一些關鍵基礎設施來做這樣的一個維護 最後的話是在我們CIA規範的這個 基本網友安全的要求 也會有助於對於個人 加強這個個人資訊跟隱私的那個部分 所以說這個部分 對歐盟來講他們也希望說 可以被視為是維護基本價值所需的一個必要工具 好 那最後這一頁是 我在今天準備這個 我們這個簡報的內容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說最後對來賓的話 比較有用的一些資訊 留在這邊給各位做個參考 第一個是包含有關我們剛才提到的 CNS國家標準所用的這個名詞的來源 然後再來是歐盟當時候在去年 發布CIA的這個草案的一些新聞稿 他當時候就有列了一些相關的連結 那包含說我們現在有看到的這個CIA的這個草案 還有他相關的復健 還有他這個後面在實施的過程當中 各個供應商或者是評估方的話 可以做的這個衝擊分析的這個工具 那這個部分到最後可以讓大家來做事前 能夠對於自己的環境所屬的風險 做一個完整的評估 好 那今天我們分享到此為止 謝謝